會後悔的人,你們聽好 每一個錯誤的決定,你在做的那個當下 都是最好的選擇 大家好,我是Tammy 因為有網友說叫我做一些影片給年輕人 然後我不想當一個說教的阿姨 所以阿姨來分享一下阿姨的創業故事 給各位做個參考 第一點就是呢,完美主義這件事情 我知道有很多人有完美主義的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多多小小都有啦 我看到比較像是說 比如說覺得自己還不夠好 那我要好到某一種程度 我才可以去做某件事情 或者是我還在學習,或者是你已經在準備了 可是準備了老半天,你不知道說要準備到什麼程度 你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這些可能就是完美主義,或者是甚至有點拖延症 有時候我們這邊的人啊,他們會講一句話就是說 我是街頭大學畢業的 這什麼意思呢? 當一個人說他是街頭大學畢業的 就代表他是行動派的 就是比較相信實作經驗的學習方式 那這是一種 我不能說哪一種比較好 但我自己也是走這流派的 我也是街頭大學畢業的 所以我覺得行動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剛剛講到說 你可能覺得自己不夠好 然後還不能去做某件事情 可是你忽略了,行動本身也是學習 其實我看過一個說法,我滿認同的 就是說,完美主義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一種自負 它反而不是謙虛喔 很多人會覺得,我不夠好喔,看起來很謙虛 可是其實它背後啊 它背後的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做這件事情 就一定要是好的結果 或者是,我沒有辦法承受它的失敗 我沒有辦法承受 比如說你要上台唱歌 台下觀眾不買單 台下觀眾覺得你這個不好那個不好 這是另一種自負 就是覺得說 我只要一出手,就要是好的 那我覺得這是滿 反而是滿自負的一種心態 有一句話就講說 越厲害的人 他看到的越多,他會越謙卑 然後那些其實一知半解的人 就是達克效應有沒有 就是懂的東西很少 然後就講話特別大聲這樣子啊 他的確是真的 但是很多人會把他倒果為因 就是說呢 並不是說因為這個人很謙虛 所以他才變得很厲害的 而是他越厲害之後 他看的東西越多 他越知道自己的渺小 也就是說先厲害 越厲害越厲害你就越越謙虛 OK 然後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害怕付諸行動啊 做得不好 好像自己就很丟臉 包括你發表自己的想法 講一些事情 你就覺得說我還不夠好 我還沒資格討論這件事情 可是是真的嗎 那我覺得先不談啊 有些人他真的是很臭屁 OK 但是我自己在 因為我們在歐洲喔 這邊臭屁的人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得很不習慣喔 覺得說哇這個人自我感覺良好或什麼的 可是其實久了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們都是從臭屁當中在學習的 因為就是說 人家臭屁不關我的事啊 我臭屁也不關你的事啊 可是只要我是行動的那一個人 我就是學到東西的人 所以這是我講非常重要的事情喔 你說你還在學 你還不夠好 那你更應該行動 因為行動才是最大的學習 人真的是喔 越做越多事 你就看得越多 你會比較精準的去定位自己 以前我創業第一年的時候 我也是遇到挫折 我就很挫折很往心裡去 有時候我會跟比如說攝影師朋友講 然後我的攝影師朋友就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是做了第六年 才有wedding planner 願意打開我的email 跟我聯絡 你才第一年 馬上wedding planner 就哇哇哇寄信給你 他當然不好意思再講下去 可是我後來理解到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你他媽的才做第一年 你就期待什麼事情都如意順遂 你是不是太自以為是了 其實就是這個道理啊 就是你不可能期待說 你什麼經驗都沒有 然後你就不會丟臉 你就不會做錯事 你就不會做出錯誤的判斷或什麼的 一定會 所以這個是付諸行動的重要性 好第二點就是說呢 出錢的不一定是大爺 能夠解決需求的才是大爺 這個 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講過這件事 就是我們這邊啊 嗯 你不能在家做烘焙啊 拿去賣 像台灣都這樣對不對 我們這邊不行啊 這是違法的 我記得英國或美國好像都可以 就是說你請衛生人員去你家 把你家的廚房改成就是商業的衛生的廚房的樣子 那你就可以再加接單之類的 可是我們這邊不行 你的家用住宅就是不可以把你家廚房改成商業廚房 然後你一定要去外面租那種商用的那種建築 或者是你租房子改造成商業廚房 這些全都是錢而且是很大一筆成本 那如果有在做烘焙的朋友 你們都知道做烘焙是很重成本 然後利潤很低的 就是做吃的都是啦 而且越來越這樣 OK 那根本不可能負擔得起 下去都台幣燒到幾百萬的 那你一定要做量產 你才有辦法負擔得起這種數目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邊很多違法的啦 違法已經當正常了 然後你如果真的去烘焙店買蛋糕喔 都很難吃 那時候離婚就租店面嘛 然後我就真的花了一大筆錢 只為了把這個店面弄到合法 OK沒有裝潢喔 就是把它弄到合法而已 然後就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錢 OK 痛苦的來源 然後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花這麼多錢 所以很可怕 然後那時候就找工程師啊 團隊來施工 我就很著急很焦慮喔 跟我現在的這些客戶新娘一樣 就很焦慮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 能不能便宜一點啊 能不能怎樣怎樣 然後就到處尋價 然後到處殺價什麼的 那沒有要理我耶 就到最後 有些工程公司是直接不接我電話 然後避不見面 就不想 就想要把我甩了 我後來才明白說我要低姿態 我以為我花很多錢了 可是對這些工程公司來說 我就是那種最爛的客戶 又窮 然後又焦慮 然後又有一大堆問題 一直要殺價 我覺得那種 第一個要被刪除的那種客戶 所以 直到我現在開始做生意了 我才轉換了角色 我也在挑客戶啊 就是 太窮的 真的不行啦 因為我們都是做辛苦錢的 你知道嗎 我們的時間非常寶貴 所以 做工程的也一樣啊 我們動手做事情的人 時間都非常寶貴 所以 出錢的不一定是大爺 我們會以為我們是買家 我們是花錢的這個人 我就可以挑東挑西 我就可以殺價 以為別人要坑你的錢 我覺得這個世代特別要注意 整個世界在改變啊 現在這個世代啊 好的工作者是很值錢的 再來就是呢 你的對手在遠方 我那時候在 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當時因為紅得蠻快的 我的攝影師朋友就跟我說 像我們攝影師都會互相彼此認識啊 互相交流之類的 他就跟我說 那你也可以去認識一些做蛋糕的啊 結果我發現那些做蛋糕的人 都不想跟我交朋友 他們就是用看競爭對手的方式 在看我 然後甚至那個時候啊 我只要發一些貼文 我還會被同業的攻擊 截取貼文裡面的一些字 然後在那邊攻擊 自己又貼一篇文來攻擊我之類的 但後來啊 我就對同業很好 所以我還介紹客戶給大家 然後包括我現在比較穩了 然後開始有一些在家接單的一些人 想要跟我請教怎麼做生意 然後我就發現說 有些人喔 他的心態真的是很小鼻子小眼睛 就是說 你不要把你身邊的人當競爭對手 千萬不要 你的對手絕對不是在你的身邊 你知道那時候我覺得我的對手是誰嗎 我是去上網搜尋很多 比如說各個啊 世界各地啊 做蛋糕的 看他們怎麼做生意 然後看他們 比如他們的網站 他們怎麼跟客戶溝通的 他們網站有時候會寫很多文章或什麼的 就看他們在想什麼 看他們的想法 你才可以學到東西耶 你才會知道說 喔婚禮的客人 他是怎麼樣看蛋糕的需求的 或者是現在的蛋糕的趨勢是什麼 那客人他會有哪些問題或什麼的 這才是你要學習的對象 也就是全世界 因為你要跟別人做出差距 你要 你要有你自己啊 你要目中無人 這不是要你瞧不起別人 我覺得這已經不只有創業 就包括你在上班也是一樣 就是 你不要一直看身邊的同事 我要跟他爭生觀 我要跟他爭什麼東西 你要看你自己的路 你會不知不覺就跟別人不一樣 OK 這是秘訣 最後我要講的是喔 沒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後悔的 其實我本來很想做一集專門講後悔這件事情 因為我個人是從來不會後悔的 因為我覺得後悔是很不合邏輯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想像說 人類的科技啊 明明就還沒有辦法時光旅行 你不能回到過去也不可以去到未來 你怎麼有辦法後悔 你後悔要幹嘛 你要去做小叮噹的時光機 回到過去然後去改變什麼東西嗎 就是不可能實現的東西 為什麼你們可以為這個不可以實現的東西而煩惱 所以我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 為什麼別人會後悔 就是 它是一個不可以實現的東西啊 呵呵呵 所以我從來不後悔的 不是因為我多麼的自以為是 而是 而是我不能理解耶 就是 對啊 你 對啊 好啦 然後 硬要想什麼後悔的事情嗎 就是 就是 我只能說的確我做過很多錯誤的決定 那誰沒有做過錯誤的決定 嗯 我覺得每一個錯誤的決定啊 我在做的當下 我現在講喔 會後悔的人你們聽好 呵呵 每一個錯誤的決定 你在做的那個當下 都是最好的選擇 這概念呢 其實有點像我第一點講的完美主義 就是說 其實你會後悔啊 有時候也是你太自以為是了 呵呵 對啊 你就是以為 你就是認為 你 你不可以遇到挫折嘛 比如說五年前的你 還是一個死大學生好了 一個大學生 什麼經驗都沒有 然後 他做出了某個決定 你覺得這個決定很爛 你還去責備那個五年前的你 你當初怎麼做這個爛的決定 可是當年他也只不過就是個大學生啊 當年他懂得就這麼少啊 他沒有這些經驗啊 以他當時有的認知 當時的資源 他當時的情境 他已經努力的做出最好的決定了 這個 這個是不後悔的原因啊 就是說 你怎麼會認為說 以前的你 有辦法擁有像現在的你一樣的經驗和知識 對不對 如果以前的你 可以做出五年後的你的決定的話 那你這五年也太沒長進了吧 呵呵呵 對啊 你就是五年之後你成長了 所以你 你懂更多 看更多了 所以你現在會覺得 嗯 我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了 其實再仔細想想啊 他也是一個很自負的想法 就是你覺得你不可以失敗 你覺得你一出場就是要成功 即便年幼無知的你 還是要做出最好的選擇 怎麼可能 OK 我好像講過這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常會後悔說 我當初不應該 不過我曾經後悔過 我當初不應該租這間店面 我的房東 他是一個律師喔 我房東真的很妙 我改天來講他的故事 他這個 嗯 嗯 可能六十幾歲吧 嗯 有點年紀的 呵呵 的一個女人 非常 女強人嗎 你知道他是律師啊 而且是個當地人嘛 然後很有人脈 然後 我不知道他的人脈是好人脈 還是壞人脈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呢 當時我租這個店面的時候 我的隔兩家店的店家喔 跟我抱怨喔 說你的房東喔 是壞人 反正之前那個店面 有發生什麼問題 然後整個社區 怎麼樣怎麼樣 那當時在施工的時候呢 也有 也有一些問題 然後 我的房東還跟我的工程師吵架 然後 逼著我換一個工程師 我整個 你知道我損失了好多錢耶 然後 很多很多問題呀 當時我房東在跟我簽約的時候 我跟我前夫處於離婚的狀態 我真的是一個孤立無援的狀態 我沒有請我前夫幫忙 也是因為他也真的幫不上什麼忙 就是做生意租店面這種事情啊 是我身邊的朋友圈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我就 我現在想想當時真的很猛 就是一個外國人 我就在房東那邊 然後房東也有一些奇怪的規矩 叫我在他的律師事務所 就是閱讀他的那個合約 我說合約不可以帶給我回去請別人看嗎 他說不行啊 因為有時候別人會抄他的合約啊或什麼的 但其實 這其實都是他的取體 他很聰明 他就是用這種小地方你知道嗎 然後讓我當時呢 因為也急著要租房子嘛 然後也好像看不到更便宜的 然後我當時就一條一條看合約看 然後其中有一條就是說 你一定要租五年 你唯獨在第四年的時候 你才可以說 喔我要搬走 那我繳一個月的違約金 然後你就搬走 可是在四年以內 你都不能搬走 如果你硬要搬走的話 你房租要付滿四年 等於說我如果現在就要搬走的話 我要持續繳房租再繳到第四年 我當時看到這一條 我有猶豫了一下 但因為當時的狀況真的非常非常緊急 我有時候想到那個場景 我都很想哭欸 就是 就是 你知道就是 就很可怕很可怕 然後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 我必須要趕快搬離我前夫家 沒有人可以幫我 有一陣子我就常常後悔租這個房子 因為 特別是交不出房租的時候 然後 我很想放棄一切的時候 但每一次後悔 每一次 每一次有這個念頭 覺得說 我當初幹嘛那麼白癡 為什麼要簽這個合約 為什麼要租這個房子 為什麼我要做這一切 然後 我就想到那個 在律師事務所 你就沒有選擇 你就只能簽 然後我每次想到那一幕 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請問在那個當下 還有誰可以幫我 就是 沒有欸 沒有人可以幫我 今天也不是說我沒朋友 OK 而是 我們身邊的朋友 也沒有人有類似的經驗啊 更不用說什麼法律 對於工程 那一整個所有的問題 其實沒有人有經歷過 而且 之前法律也是一直變來變去 然後 更不用說工程啊 講真的 這講起來很複雜 就連西班牙人 有做過生意 有開過店面的人 大家也都是 互相交流 然後一直在改變 然後也靠很多的運氣 這種事情他 沒有 沒有辦法後悔的 他就是很大的運氣的成分在 然後 知道後來我才發現說 其實老實說啦 我當時做的決定是好的 就是 你 你如果現在很後悔喔 就後悔任何一件事情 然後 你都可以再回想一下 當時做這個決定的 你處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 對啊 比如說我當時是沒有人可以幫助我 而且有這麼多事情 都需要靠運氣的情況之下 我又必須要租下一個 看起來最便宜的店面 然後 我知道的資訊就這麼少 因為 比如說有些事情啊 是我後來才知道 比如說你繳了房租之後 那你還要再繳 20%的 某個什麼 城市的 什麼奇怪明目的稅 我覺得 我們那邊稅很重 找到我後來 我去年為什麼會做YouTube 就是我的 經濟能力是完全崩塌的狀態 我當然後悔喔 我當然覺得說 天啊我是白癡嗎 為什麼我要簽這個合約 為什麼要租這間怎樣怎樣 但 那一年過去了我必須說 我現在又不後悔了 我現在又覺得說 其實這個決定是好的決定 然後我覺得好多事情啊 你在急著後悔之前 其實你還要再 還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像我現在就會覺得說 其實 其實我再找不到更便宜的房子 然後 然後我再仔細再算一遍 我發現當初那個時候的我是很聰明的 呵呵呵 我發現 我發現這是最好的選擇 你只要再對當時的自己 有一點同理心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當時的你做的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了 然後 你還期待什麼 你還期待這個世界所有的事情 都照著你的意思做 你一出去 你就可以有最大最便宜的房子 然後什麼事情都好划算 怎麼可能 包括我其實後來發現我的房東並沒有那麼壞 他是一個很妙的人 他只是 他只是有點 聰明 律師 什麼事情他都可以 可是不代表他是壞人 這也是我創業之後學到的事情 沒有絕對的好人 沒有絕對壞人 不要隨便就去把一個人定義成好人還壞人 我看到很多網路上都很喜歡這樣 隨便去定義好人壞人 正確的不正確的 對的錯的 真的是太幼稚了 呵呵呵 沒有一個人是擁有的朋友 沒有一個人是擁有的敵人 每個人都是浮動的 OK 真的很妙 就是 你當初以為怎麼樣 那過一陣子 你再看 原來又不是這樣了 好 總之人生就這麼奇妙 好啦 分享給大家 喜歡的話請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們下次見